企业配股潮未完 分析认为配股集资有助于公司发展业务 不一定代表公司体谈后市 上市公司配股和股东减持趋势持续 继腾讯、美团和安踏之后 IFR报道建涛集团被主席张国荣以每股42.9 减持2,700万股 是早前传出配股价范围下限 套现超过11亿 中国燃气也以先救后新方式 配售超过3.9亿万股 每股作价29.75 集资超过116亿 彭博和戴华继显都看好 集资有助中国燃气托展业务 并在未来两三年 扩阔合股基础 但大和质疑 一般燃气股收入和现金流稳定 配股集资并不尋常 公司无提及集资用在 轻能业务扩展计划 也会令市场失望 有分析认为 公司配股或股东减持套现 去发展业务的做法合理 不代表看淡后市 关键要视乎应够反映 有些人说 跌了这么多才配 看淡后市 我看都未必 如果你不是跌了这么多来配 高台配基金 今上的反映可能很难淡 如果基金愿意去接 一定是看过公司的业务 各方面的前景 都是比较正面 上眼就看好建材 消费等行业 能够受惠环球经济复苏之后 有较强的上升动力 重启经济的情况下 其实是一定会带动到周期股 或者周期公司的基本面 是做得更加好 所以也都连带变成 是一个股价的趋势 譬如材料股 譬如可选消费 重启经济会带动到的 譬如工业的生产力 讯人又说 科技行业监管政策风险 已经逐步减退 建议投资者可以部署大型优质科技股